海鲜下锅,85块钱,随便吃 青脚馅 蒸好一锅,继续下下一锅 这锅就全都是虾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干嘛 我在跟车说话 夏天天游户操盐 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去海昌那边新开一家 蒸汽海鲜之助才85一位 是真的很便宜 去看看它性价比怎么样 走 到了,这个招牌好low 螃蟹池,这个池是蛮大的 我们有 红花蟹,蓝花蟹 还有那个山姆蟹 挺多挺小的 当然也有大的,挑一下 这个太小了 这只可以,这只可以 小虾 哇 还没买 这怎么少一个钳子 这只可以 哇,钻到了,钻到了,钻到了 像这种自选型海鲜之助都是要挑的 你看 小的就 非常的小了 大的话也蛮大的,不过大的会比较少就是 这边是贝类,红尼罗,上贝,鲍鱼 还有生蚝,花壳 青口贝 沙姆蟹,不知道有没有糕 老板,没虾 还没来是吧 熟食,有这个,这是酱油水的螃蟹 小龙虾 小龙虾 然后一些炸的东西 这个没什么好吃的 各种冰棒 水果 也有莲菜 猪皮 鸭针 四身,没有三文鱼 这些都是炭火锅的 这个百叶不错 酒水饮料 勇闯天涯 地板的话会比较滑,这边会漏水 明显这个海鲜池的话没有弄好 好的朋友们,准备开吃了 他这家以前好像是做那个 海克斯科技小火锅了 然后现在转做这个蒸鸡海鲜 想分一碗根 然后大家不要到店购买 到店购买要一百零几 建议说公众号上面买只要85 目前看到的海鲜就是 就是沙姆蟹,青角蟹和红花蟹 红花蟹比较少 然后个头的话有大有小 大家的话要挑一下 那些贝类,螺类都有 但是没有花螺 才85块 要求也不那么高的 然后虾的话 我也不知道什么虾 因为它还没到 老板说那个货正在运过来 虾来的是明虾 个头比较小是不是 挺小的 海鲜下锅 85块钱随便吃 青角蟹 开锅开锅 这只螃蟹非常大 先给这个螃蟹松绑 像我们是挑过的 螃蟹挑的比较大 但是它那个小的也比较多 它这个腿肉也比较多 没掰出来 看这一坨 哇 好烫 正好一锅继续下下一锅 这锅就全都是虾 这蓝花蟹肉还是很鲜美的 不过这个肉 这个螃蟹看起来大 有些它里面是比较空的 这肉不够紧实 好烫 鲜子肉啊 像现在吃这里吧 都基本都是小螃蟹的 大了碗都被挑完了 不知道老板后面还会不会再放 这家老板也是新开业 其实很多准备工作的话 是还没有做好的 应该是没什么经验 后面的话 希望会改善 现在比较内卷 都在拼价格 你150我就140 你140我就130 但是我相信它后面 肯定会涨的 它一直保持这个85的价格 肯定会亏 沙姆鲜 不知道有没有糕 没有糕 这个也不是每次都有的 不过它有糕的话 这个糕很好吃很鲜 它这个糕的味道就跟那个 一百多万年一斤那个本地糕界的 糕差不多 里面的肉还不错 像这个85的价格在很多地方的话 你就只能吃科技肉的 能吃这些活鲜的话 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可以了 现在下面也没有那种 百元以下的活鲜支柱了 这边的话这家是唯一一家 发现这个田子肉比那个生肠肉也好吃 比较扎实 看这一盘虾 很多就是个头很小就是 怎么着 有点辛苦 这工资料有点大 能不能顶得住啊 像这只的话它肉就很满 非常的扎实 像这我也不会挑 反正就看运气了 有没有高啊肉麻麻麻的 就看运气拿了 他说你只要多吃一点 就能吃到品质好的蟹 他这边这个熟食真的没这么好吃 超烤干巴巴的 就专门吃这个海鲜就可以了 随便吃一点就能回本了 哇 都是肉 像吃海鲜的话调这个蘸料啊 一定要放那个麻油 麻油配这个海鲜 特别好吃 上背啊 这边上背挺肥的 哇 开始播一下了 这太多了 我和我哥们一起播 我们来比赛好不好 就是 这玩笑播王看谁播的多 好来 开始 你好 我还不信播不过你 你啊 哇 播下真的很累啊 手臂都不酸了 这是我播的哦 嗯 呃 你好像比我多多一点点嘛 你显胜显胜 果然说是专业的事情要给专业的人做 刚才又蒸了一锅这个上背 这个上背 蛮大蛮好吃的 来 嗯 你这个虾也就 人口又没了 来 来 颜扎你一点 是 嗯 两屋 ас prophets 你们 这就是这种啊 就是名虾 小名虾 炫这个上辈啊 这边的老板还蛮乐情的 乐情到我乐想让他上点榴莲谈一谈 过分了 过分了 哇 很扎实 它有些带高的 这个又高 忘记说这个在公众号上面是午餐85 然后晚上要再贵10块钱 就是说 你如果你要加小五菇的话 还再加10块 就你只要蒸菇的话 就只要85就够了 我发现了 这边有东鹏特饮 现在的话剩下的螃蟹都比较小了 很小的 所以我视频里面经常会强调 吃海鲜之助一定要趁早 趁早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吃的好 就是有好货 大货都可以先挑 如果你没空的话来的比较晚了 我建议是说改天再早点来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 每一顿自助餐都能吃好 但是这个店的话后续是好是坏 我也控制不了 这家的话现在它那个就是备货量会不足 像到现在的话 后面螃蟹就没有补了 就只剩那些小螃蟹了 然后现在陆陆续续 还有一些客人过来吃 那只能吃那些小螃蟹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老是说我 为什么你每次吃的都吃的这么好 就像是被老板特殊照顾的一样 其实的话是我比较会吃自助的 像我的等级的话起码在钻石以上 像很多人大家的话不怎么吃自助的 也就是青铜啊白银 吃自助也是讲究技巧的 像大家如果能早来的话 证据说就是来了 不要拿一点就开始吃 就是把桌子拿满了 拿多点想吃的拿好了 然后再开始吃 如果自助的话基本上就大概跑个两三趟 就是全部拿齐 但是也要根据自己的那个食量来啊 像胃口比较小的朋友 就是不建议一次性拿太多 还是其拿少去比较好 以免造成浪费啊 就现在那个螃蟹和那个虾都比较小 那房间实在太小了 蒸完之后估计连肉都吃不着 所以说就不太想吃了 然后因为没有加十块钱嘛 所以没有那个煮锅 那些煮那些料啊也吃不了 这冰棒还蛮好吃的 像螺类的话我一般都不太爱吃 何必是有那个刮螺 刚才就看到吧 那有些螺的话会不太新鲜 有点有点臭 正宗的东盆特饮 不是杂牌 也蒙管他淋不淋气 反正喝了又没事 好了朋友们也没什么好吃的 如果他还要补一些大螃蟹 大虾的话 我应该还还得吃个一锅 就说这个价格85的话 如果你能早点来的话 还是相当值的 如果你晚来的话就没必要了 那就不值了 因为我就坐在这个水池旁边 我就一直观察着 他有没有补货 就是冲刀大尾的话就没有在补货了 就是刚过来的那一大缸的螃蟹 后面捞捞的后面都没有了 都没有在补货 然后剩下的话 现在就是小螃蟹都没有人去捞了 因为太小了没肉不好吃 85仪位这个价位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厦门的话 基本上没有低于100块钱的海鲜支柱的 安静的话就一般的 想吃的朋友一定要趁早 好了 喜欢老无人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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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见 拜拜